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我们听赏团的嘉宾 两位新朋友 第一位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员教授丽波 掌声欢迎丽波教授 第二位新朋友 瓷器作家音乐制作人黄书俊 欢迎 北京青年广播总监资深乐评人吴周彤 欢迎他 我们广东音乐节目主持人秦海飞 欢迎 在华语音乐当中有一类歌曲 它的歌词如诗如画 会映染出中华文字的优美雅致 曲调可进可动 焕发出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 这就是国风 那今天一起去感受 国风飞扬 国运悠长 中国风歌曲 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内容 或加入中国民族乐器的演奏 或取材于中国古诗子 或以传统文化典故为创作背景 或体现我们独有的武侠文化等等 中国风元素 一直影响着华语流行音乐的创作 经过多年的发展 中国风歌曲在两千年前后正式成型 从此开启了中国风歌曲的热潮 本期 流淌的歌声将带大家聆听国风之美 感受国运悠长 今天首先出场的第一位歌手 是我们本期经典传唱团的团长 他特别有意思 他会用一种摇滚的方式 来传唱中国的诗词文化 并且把中国的传统的音乐 带到了世界的舞台 他获得了全世界 应该说是最具有影响力的音乐大奖 格莱美音乐奖 而且是两次获奖 流淌歌声一曲动心弦 有请时代记忆传唱人 为我们唱响这首激情澎湃的豪迈之歌 三十年前 我把诗歌和摇滚音乐相结合 唱出了我的第一首歌 今天 我将再次用摇滚的方式 把李白的千古名篇唱给您听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快意辉煌 下面请听我为您传唱 我把李白的千古名篇唱给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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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撒进万福来 12、千古名篇唱给您听 祝父母亲手 Nicoleным mum 千古名無名字 tedd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尽尊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 前进三进万复来 陈父子 南秋生 尝尽酒 被莫听 与君各一曲 尽去为我 清了天 火花马山尽酒 烏尔干出花美酒 鱼儿通笑万古愁 万古愁 无法马上进修 独儿将出花美酒 鱼儿从小忘固愁 忘固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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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首歌名字叫《枪尽酒》 曲作者——梧桐 演唱者——梧桐 磁作者——李白 这个比较厉害啊 我是詹光啊 如果李白现在在世的话 未必让我写 不会 我觉得李白会很高兴 这个《枪尽酒》就在你这一表现 就整整淋漓尽致啊 整个人生生命得到喧哗 李白说 嗯 然也 然也 他会喜欢的 我来问一下啊 厉波教授听完这个《枪尽酒》 你告诉我你的直接感受是什么 我第一次啊 现场版听吴童老师演绎 哎呀我内心真是澎湃不已 没想到《枪尽酒》可以用摇滚来唱 但是细想一下又觉得合情合理 而且他的演艺丝丝若寇 我们文学史上对李白性格的定义是什么呢 第一 天真烂漫 第二 率真自我 第三 狂放不羁 叫一生狂放爱自由 歌在今天是最最标准的摇滚歌手 我觉得李白要是在世的话 一定觉得你是他的知己 谢谢 谢谢李博老师 应该这么说啊 如果真的有可能听到 梧桐这首《枪尽酒》的这个摇滚 会来一句 讨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梧桐赠我去 这个梧桐手上有一个声 就好像雷神索尔有个锤子 这已经是一个震撼天地 就撼动人心的一个表演 我跟梧桐也认识20多年了 是 朗鲁你好 其实说到《中国风头话》呢 特别是2000年以后被广泛地提及 原因是因为它有了一个新的标准 这个标准就叫三鼓和三心 怎么讲 三鼓就是古词腹 古旋律和古文化 三心就是新的编曲 新的概念 另外一个还有新的唱法 其实刚才那首《将近酒》里面 我觉得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像李白的词腹 还有一开始他用的那个声 这个声是中国非常古老的 一个传统乐器 它很神奇 它有4000多年的历史 在殷州时期就非常流行 它是音乐世家 是制作和演奏声 对 我们家是1920年开始正式地 创办了《红音斋》 在北京的宣武门那个地方 到今年我们已经传承了第五代 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今年是第100年 厉害 太厉害了 我刚才有跟大家聊起过 其实他拿了两次格兰美奖 2010年获得了这个格兰美奖52届 它是获得的叫最佳跨界古典专辑奖 这是17年获得了59届 格兰美的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 我就是运气不错 然后碰到一项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然后沾光了 拿了两个 不能这么说 其实就想一句话 就是越是民族的 越是世界的 对不对 说了半天了 那现在我们让他单独来一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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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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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让人非常震惊 二十多年了 那离现在就更远了 实在是不记得旋律 你想不想听一听 反正原版也在这儿 必须的 必须的 《烽火扬州路》 好不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凭谁分脸破烙夜山能反复 千古江城京凶猛无名声中谋出 人道是无邪歌带风流中被鱼拉风吹去 斜阳朝处寻常向我人道尽能撑住 像当年几颗铁马鸡吞万里如 全家糟糟当兴起 听着苍茫呀 苍茫北独 四十三年要狂中游击 风火扬州路 风火扬州路 太燃了 我觉得 其实诗词背后都是人声 没错 很多人印象中的新气急是什么样子的 可能是儒雅的 不是 史料里的新气急说他目光有棱 没有人敢直视他的眼睛的 而且他是真的带兵打过仗 他写这种诗 到他死也没有进行北伐 他临终的时候风雨大作 突然回光返照 坐起身来指着北方 大喊三声 杀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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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绝而死 所以你刚才那个摇滚的演绎 让我看到人生 我有一个问题 替我们的女生问一问 你现在就是特别的man 特别的 特别的你懂 他现在是儒雅吧 不 他很man 他不唱歌很儒 一唱歌他就变了个人了 但是你有没有唱过就是比如说比较温柔舒缓深情的歌 会有会有 我就记得一曲 定风波 莫听竹林打夜声 这首歌曲在网上的这个点击率相当高 可以说是铁汉柔情的一面 对不对 来一小段好 当然 我们铁汉柔情掌声再次送给吴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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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深刻 很内敛 你听听最后 也无风雨 也无情 你知道在我们音乐界有一件事情是最要命的 就是 就是一个摇滚歌手唱情歌 而且我们真的是相见恨晚 我也曾经为了苏东坡的这个作品 我也做了一件事情 他最后这句 也无风雨 也无情 当时我因为这句 触动了我的伤感 煽然了一下 我因为这句 我自己写了一小段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勾起我的回忆 年少的回忆 苏氏写的是 也无风雨 也无情 我就写了一句叫 今天天气情 无风无雨 无恋情 既无恋情 何必情 天气真无情 这是一种天气预报的一种播报方式 苏俊老师 您讲的这是音乐里头 要命的事 你知道我们这个 教诗词里头 也有个要命的事是什么 我们教诗词 最要命的事 就是只知道诗词 不知道man 只知道诗词 不知道man 其实诗词背后都是人生 没错 但苏东坡被贬在黄州 原封五年 年初冬天 才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安居的地方 然后原封三年 去买地 路上 李白属于豪侠 星期级属于豪劲 然后苏东坡属于豪放矿达 您用三首歌写进了豪放诗词 您真是一个豪啊 豪啊 谢谢 乌童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一个音乐使者 他一直在坚持着一种音乐的信念 他就像是传达着一种音乐的一种信息 给更多的人 给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使者 让人肃然起敬 真的 肃然起敬 谢谢 我们再次谢谢梧桐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动听的歌曲 让我们感受到了古诗词跟现代音乐的碰撞和结合 接下来我们有请梧桐质疑这首极情澎湃的豪迈之歌 《强劲酒》记录岁月之声 《强劲酒》 作词李白 作曲梧桐 原唱梧桐 感谢音乐家们为我们带来如此荡气回肠的华语金曲 再次感谢梧桐 为我们唱响这首豪迈之歌 让往事有温度为岁月留歌声 接下来我们有请梧桐按下录制键 记录下我们流淌的歌声版的《强劲酒》 让时代之歌回声嘹亮 我觉得音乐可以做的很多 它不单仅仅是音符 在音符背后 是有大家对生活的美好的期待 好 接下来我们请出的这位歌手是谁呢 我们请我们的传唱团团长吴童 给到我们关键词 我觉得它的声音清澈空灵 就像在音乐中游走的精灵一样 所以一定要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它的话 那就是音乐精灵 这个词一出就让我们对它的歌声 非常非常期待了它会是谁呢 它会演唱哪一首国风歌曲 流淌的歌声一曲动心弦 有请时代记忆传唱人 为我们畅想这首浮华落尽的感伤之歌 今天要演唱的这首歌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 它的唱作者曾经带领着中国风音乐 席卷整个乐坛 掀起一阵中国风热 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演绎这首国风歌曲 下面请听我归宜您传唱 刚才这首歌名字叫做烟花溢冷 因为首先我就是非常喜欢周杰伦老师的歌 让我选一首最想翻唱的中国风歌曲 然后就立马就立马蹦出来周杰伦老师 然后立马就是烟花溢冷这首歌 为什么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让你特别有感触还是 因为有很多老师都翻唱过这首歌 你觉得他们都唱得不太好 不是 我觉得他们都唱得非常好 所以后面我选这首歌 我在去进行改编的时候就有点后悔 所以你给自己的歌 对 改的蛮多的 对 改的蛮多的 精益求精 亲自监工 可见他的诚意十足 哇 谢谢了 我听着周杰伦唱一辈子 结果我今天终于听懂了 终于听懂这歌词在唱什么了 周杰伦的版本会让你专注在意冷 周深的版本会让你关注了烟花 为什么 周董唱什么歌 即使深情都还是掩不住他那一丝丝的酷酷的那种感觉 但这个周深的版本就全然的就是一种烟花的抒情 周深的歌声感觉自带效果气 他的声音本身的穿透力 跟他声音本质散发出来的就像烟花一般的那样的一个质感 会更加的让你感受到那个柔美 再加上高超的技巧使得这首歌呈现出专属 谢谢了 我听周深唱特别感动 因为去年年底就在疫情之前 我刚好和方文山老师在一起 文山兄在里面讲到他为什么写这个烟花意乐 他是看一本书 看了之后特别感动 这本书非常有名叫洛阳齐兰记 这个杨玄之写的洛阳齐兰记是什么呢 是对北魏整个王朝的深情 他把这个深情都寄托在洛阳里头 其实这个故事洛阳齐兰记里并没有 文山是看了这个书感动了之后 他脑海中就浮现出这个故事 然后他根据故事创作了这个烟花意乐 一个爱情故事 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个洛阳齐兰记是杨玄之 用这个深情抵御时间的残忍 而周深刚才的演绎就是用他的歌声 去诠释岁月的四海情深 出个难题吧 二位刚刚发过言的李波和舒俊 直接了当 周董 周深 你妈儿会更喜欢谁的 你妈儿会更喜欢谁的 这个真是个难题 挑事啊 别了 我更喜欢周董的 不要这样 最急的不是你们 是他 对啊 这肯定没有办法回答 我知道知道 其实你唱也好 周杰伦唱也好 你们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烟花 每一个人都会绽放出自己的光彩 所以我收回刚才的问题都很棒 因为都是用深情来演绎这首歌曲 我们把掌声再次地送给周叔 谢谢 我听了他的演唱我突然发现 好像已经消失了很久的一个歌坛的一个门派 终于又有了新的传人 这个门派叫做仙音派 仙音派 仙音派 这个门派能够入围的话呢 非常难 因为他必须要有具备几个特点 他必须深陷要非常的飘逸空灵 他的气质要超凡唾素 就很多人想往这儿靠 靠不上 因为他没有那个仙气 就这声音唱出来应该听的不是人 我是说 像朱哲晴 包括我觉得王菲也算吧 王菲啊 大概有很久很久我们都在期待 会不会有人把这个仙音派的功夫 重新地传承下来 所以我觉得周深可以 因为他的声音不仅是有那种飘逸空灵 或者说非常的超凡脱俗 他还有一种很有韧性的这种 或者说金属感的东西在里面 因为周深你是学过美声的对不对 对 说到美声我想问你学的是什么 我学的是男高音 学过美声的 却没有察觉出来没有痕迹 对 像我们一般唱真假音 大家一听就说假的假的假音来了假音来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蛮真的 谢谢谢谢您的支持 专注拆台 其实刚才那首歌最难的部分 我觉得是他的那种海豚云的那个高音区 唱完以后马上接 对 我正要说这个部分 其实那个如果唱歌的人就知道 唱那个最高音的时候啊 他要使很大的力量 他要使很大的力量 最后那两句呢 反而要气定神仙 就好像是一个高空突然跳下来 你得接得住 你看到没有 今天我们的听上团全都是歌手 比如说我们的力波歌手 我不是歌手啊 不是歌手 我要说一下什么呢 就是我听几位音乐家 讲到这个仙音派 我突然毛色顿开 突然想到宋代有个人也是仙音派 或者他了解周深这种仙音派 谁啊 欧阳修曾经剪字幕兰花里头 说仙音派说了一句词 他说什么呢 天上仙音 心下事 留住行云 就是他一唱这个仙音 云都不动了 为什么说欧阳修最了解周深呢 因为李清照说 最喜欢欧阳修的一句词 蝶脸花里的第一句叫 庭院慎慎 慎禁许 慎慎 说得好 说得好 我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周深 因为我觉得他特别的朴素 非常的自然 特别气质干净 我觉得也有天使一般的嗓音 也有天使一般干净的心灵 对 我们就把你描绘的 我们这个节目压力这么大的吗 她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演员 我在这不说歌手 我说她是个演员 我记得你唱过那个音乐之声当中的 孤独的牧羊人 那个叫做瑞士的什么唱法来着 其实有个唱法叫约德尔 约德尔 对 能不能都来两句 我觉得我那个应该不太算约德尔 应该算是比较接近约德尔的唱法 她唱这个的时候 有老师唱的 有老大唱的 有最小的小妹妹小弟弟唱的 还记不记得 特别棒的演员 没有掌声是不会唱的 不如我换一个吧 换一个唱换声线的 那大拉崩巴那中间有一段 换的比较平凡的 国皇非常高兴 忙问他的姓名 以为用这赶来大声喊 一下我叫大拉崩巴般的北地 不多比较风 再说一次 大拉崩巴般的北地 不多比较风 是不是大拉崩巴般的 北地不多比较风 对 大拉崩巴般的 北地不多比较风 算是 换三个声音吗 就是角色扮演吧 对不对 这是一人分事多角 对 周深对于美声 我们的国风和流行的结合 是相当的完美的 而且呢 他当时还是新人的时候 就凭借这方面的完美的演艺 被邀请参加2018年在北京鸟巢演唱会 当时那个演唱会是有一个主题 叫做国风即月夜 对对对 他当时就被颁发了一个奖项 最佳国风新锐唱法奖 对吗 对对对 谢谢老师 谢谢你 大鱼是一首比较中国风那首歌 没错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想问周深 就是这首作品是你的代表作 但是当时的话 其实你还没有真正地展露头角 那为什么会把这个机会交给你 其实真的是很巧的一个事情 因为之前是大鱼海棠的导演 我是跟他先是朋友嘛 后面他突然就问我 你有没有认识什么写歌的朋友 能不能推荐一下 他想帮大鱼海棠写首歌 然后我的人脉呢 就窄成这个样子 就只认识一个作词老师 和一个作曲老师 就签了一个影约 我就把他们两个推荐给了那个导演 最后就写了一首大鱼 然后因为这首歌 之前也没有想到找我唱 因为这部电影很重要 然后丢出来的第一首歌 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首先第一想的就是 一定要找一个非常重量级 非常厉害的歌手老师去演唱 那后面好像是 有试过几位老师之后 好像可能不太对吧感觉 或者是其他客观原因 然后后面就让我在 录一个demo小样 然后就手机唱当上唱完之后 丢过去 他们觉得 你用手机录啊 对 用手机录 他们就觉得 好好听 然后过了大概半个月 他们就说 要不就是我们就找你来唱这首歌 那当时我就 特别地受宠若惊 一起来欣赏一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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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 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 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 宁默你沉睡的轮廓 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 枝子手吹散沧茫茫烟波 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 我松开时间的绳索 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而去 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 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 倒流回最初的相遇 这个歌一想起 我就想起那个电影的那个画面 它就像是一个音乐海洋里面的一条鱼 它有那种精灵的地方 它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 我第一次听到周深这个名字 就是通过那张深的专辑 太棒了 既然说到这张唱片了 我干脆来展示一下 我的藏品好不好 这就是周深的第一张专辑 也是刚才武周童老师提到的 深的深 给大家展示一下 有手写的歌词 还有包括里面画的一些插画 你今天有带来吗 我 我以为你今天带来大概 就是为每个歌手 每个观众都准备了一个 千万字都给 没有 对不起 我老给周深出难题 一直挖坑 你看这张专辑当中有十首歌 对 有十首 那么第一首歌曲就是 《玫瑰与小鹿》 其中还有大鱼 对 大鱼 那这样我们只唱八首好吗 您这么客气 我怎么好意思呢 《玫瑰与小鹿》必须要唱 好 我们一起来再来欣赏一下 《玫瑰与小鹿》 好 谢谢 穿过遥远小溪水 守着一株小玫瑰 她总是绷进郊北 仰头看大夜南飞 她说你可曾遇见那只小鹿 她幻想着远山迷雾 满怀着爱与起初 心者在梦里挣扎 不知暗淡了朝霞 忽然间岁月凌冽 掠过白茫茫的雪 小鹿终于又响起 这座山谷 扯下它温暖花瓣 在冬天一去不返 小鹿行行远去啊 她从此不做谁的花 真是太好听了 谢谢老师 其实周深无论是美声 还是流行 或者是花腔细腔 她都能够轻松驾驭 不轻松吗 她还有另外一个特征 什么 就是她无论是地方语言 或者是外语 她也能够轻松地掌握 她每到一处 她都会非常有诚意 准备一首当地方言 演唱的歌曲献给歌迷 大家是不是很感动 有没有周深 是有了 你都去过什么地方 说说看 我去过蛮多地方 但是就是不会 每个地方都是 那你模仿过的 或者说学过的方言 有哪些 南京 南京 南京大萝卜 你说一下 南京 啥 但我去南京的时候 我唱的是跟江苏有关系的一个歌 来一下 很好玩 我怎么那么惨 这都没有蕊过 来 来一下 不标准老师就见了一下 没关系 来 掌声鼓励一下 我愿意的心啊 唱不着公听 只公共微信 我负责的说 这比无浓软语还要无浓软语 我同意李博老师的观点 而且他唱完了之后 我觉得他不光是努力 他肯定有极高的语言天赋 他有悟性 对 天赋也很重要 周深是不是也会很多外语 李博老师有所不知 周深倒是不很多 他只会二十几个的英语 没有那么多 刚才唱的苏珠话我会一点 苏珠让我夸你 你还唱得非常爱听 非常爱听 确定吗 你这是三东说什么话 老别人卷大虫 他确实用很多的语言 比如说你意大利语 乌克兰语 英语 闽南语 华语 粤语吗 粤语那是一定啊 我特别喜欢粤语歌 但是我就不会说粤语 小小的遗憾 我确实也是 这样吧 这样都来到了我们广东卫视 那我唱 唱一个我们粤语的歌好不好 不标准 见了 谢谢大家 謝謝 中文字幕提供 连我今晚月亮 都被拔起这小米泪 血处不可使我更欣赏 下下让你今晚共我唱 謝謝 會不會不太標準 我聽到有一個觀眾說 像佛山那邊 是嗎 說起國風今天我們的主題 其實剛才你也好 我們的幾位聽賞團的嘉賓 也都提到了周杰倫 他對中國風的這個音樂 無論是影響也好 創作也好 都非常大 對 周杰倫老師好像每張專輯裡面 差不多都會有一首 中國風的歌 我覺得周杰倫老師的音樂 真的影響了非常非常多代的人 也包括我 對 周杰倫方文山寫了一首歌 這首歌我徹底的佩服他 而且這首歌成為我最喜愛 我在KTV裡面 我最愛唱的一首歌 哪一首歌 青花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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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多年以前不記得旋律 這樣這樣 舒俊 唱的一定比說的好聽 一定來 歐哥老師 棒 不 不 你唱完了 周深再唱五首就OK了 好 我撤回剛才那條信息 我很久沒有唱 沒關係來一下 來讓我們感覺一下 這國風 結束 結束 沒關係了 由周家 由老周家不同的人來唱這首歌 想我聽一下嗎 我剛剛心裡面正有此意 這是我最愛的一首歌 謝謝 天青色的年雨 而我在等你 炊煙扭扭升起 隔江千萬里 在平地樹海裡 風千潮的飄逸 就當我未遇見你 封閉 天青色的年雨 天青色的年雨 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撂近 雲開了結局 如船時的秋花 自自顧自美麗 你也太相依 這超級好聽 真的太好聽了這首歌 是是是是 聽到一股禪意在裡面 我研究文史的 我還特別問文山 我說其實 青花詞是景德鎮 對吧 那個天青色呢 其實是汝瑶的 所以她說 開始她說 要用個題目叫汝瑶 多難聽啊 就是青花詞和天青色 本來不是一回事 她放在一首歌裡 完美到極致 沒錯 天青色汝瑶 為什麼難燒呢 它必須要等 剛好下了雨之後 開始燒 它才能碰巧 燒出那個天青色 這就給你等你命中的愛人一樣 不能早一點 不能晚一點 剛好到那個時候 就是那種浪漫的那種期待 天青色的年雨 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搂盡 雲開了結局 如船式的青花 自自顧自美麗 你也在笑意 中國風它不光是把一些中國文化元素放進去 它要有中國的美學精神 美學品格和美學氣質在裡頭 我想要特別說一下 大家都說老歌 說老歌好 其實不是老歌好 是因為好歌它才能變老 歌如果不夠好 傳不下去 它連老的資格都沒有 對 這話說得好 我們這個節目 劉唐歌中一直在提倡文化自信 民族自信 這種自信從哪裡來 這都是包括從古典 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瑰寶當中 點點滴滴都體現出來 我們應該為自己的民族文化而自豪 好 接下來有請周深至於這首 浮華落盡的感傷之歌 記錄《歲月之聲》 請回答 並不倒極 明確要請給你 看你 那太多五百五百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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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百十 第一名 真無視 基本上 按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